這是銀湖 銀湖 這個是我女兒送給我的 女兒送給爸爸的禮物 女兒在巴黎 他開了一個古董店 女兒在巴黎開古董店 對 滿有意思的 他賣了很多這Camea 這種貝殼 那這個是 這個是刻一個觀音 這個義大利的 這個名家 他不願意刻宗教的東西 可是唯一他現在刻的 大概就是這一間 為什麼 因為我本來有一個畫 我女兒她因為讀 那個巴黎藝術學院 所以他們要走這個流程 就是說我去拍賣場流程 我要清楚 所以要親自帶個這個畫 要去走這個流程 結果結果在飛機 飛機在我的大女兒在意大利 她是大提琴家 那她跟她媽媽 還有我妹妹要去北極 你女兒都好有藝術細胞 一個是大提琴家 一個是在藝術學院 這一次澳洲不是奧運會嗎 那個開幕在拉大提琴 那個就我女兒 人家說拍賣 拍賣 拍賣最多是 是 而且要一張拍賣才也最多是 結果飛機要飛的時候 那個油漏出來 油漏出來 危險 油漏 就引擎發了 油漏出來 那我女兒跟她媽媽就看到 那就跟航空小姐講 那機師就把引擎關起來 就開始廣播 謝謝來自台灣某某人 救了我們影音 所以那因為她帶的那個觀音 所以後來她就拿這個觀音 去叫她的師傅喝這個 那她現在在巴黎很多古董 她會鑑定西洋的 她對中國人不清楚 那我因為要喝茶 我說你給我弄個銀壺 可是這個銀壺應該是喝西洋茶 但是我把它拿來 要泡茶前 不是 我們要倒水之前 把水注入到燙水注入到那裡 鷹湖裡 再來讓水跟它交融一下 才泡出來 茶好喝 它原來這個外面 它把它擦亮 我在懶著擦 它裡面還亮 這家製是古董嗎 因為你說你女兒在 巴黎開古董店 對 他們收了很多 因為那個法國很多古董 那女兒有沒有告訴你說 這大概是什麼時候的 她沒有很準確 但是她說這個是有年代的 對 女兒在華國是不是會竟然 去跑二手店 她也會 不是二手店 她就 她本身裡面 就很多人會來找她 我們台灣有一個畫家人 履發二十年 是 那現在搬回高雄 然後我去她家看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寶劍 她很喜歡收藏寶劍 是 一兩百支耶 是 那個全部都是怎樣 禮拜六 禮拜天沒事幹 然後就去逛這些 跳蚤市場 跳蚤市場 他們的跳蚤市場 還有分高級的跟低階的 是 然後那種高級的 都是以前那些販毒 因為毒販子都會在裡面 交易的地方 那這些好東西 那裡面特別多 是 所以她買了古董錶 然後古董的這些東西 太多了 是 所以她說那個好像會上癮 一到假日就喜歡逛這些店 我一個朋友她太太 她太太 這個是不知道她喜歡古董 嫁給她 嫁給她以後 她本來都約會 都假日 現在假日不跟她約會了 假日去看古董 老婆已經很不爽了 到過年的時候 大年初一 有一個人來收垃圾 老公又跑去看古董 他把他所有家裡的古董 往地下擺 那個 全部被收垃圾了 阿姨 收走了 阿婆把她收走了 收走了以後 第二天又來壓電 妳說 你們還有沒有垃圾 沒有 糟糕的 阿婆萬一不知道 那個是好東西 後來離婚了 那那阿婆會不會 阿婆賺到錢了 送到資源回收場去了 可惜了 是是 好 我們來見一家 這個收藏古董文物的人 往往收藏成癖 對 家裡面就非常反對 是 因為第一沒地方放 第二全都是些老舊的東西 看起來陰生生的 沒有一個人喜歡 所以做這種收藏 一定要跟家裡面 好好的談 溝通 那您這個 它是一個 這個茶壺 它這個茶壺不是裝茶的 這就是裝水的 英國式的茶壺 有巴勒克風 然後它這個雕刻 是手工的 手工的銀製茶壺 手工銀製茶壺 在中世紀以來 是歐洲的 這個飲茶文化的一個 重點的一個茶具 兩種 一種是銀製的 一種是瓷的 那瓷的跟銀的 不一樣的地方是 那瓷的呢 因為它是用燒製的 它是整套的 這種燒製的 那一般都是貴族家裡用的 那銀製的 一般來講就是 中產家籍在用的 這個壺我在看 應該有兩三百年的歷史 純銀打造 純銀打造 應該也是銘師 但是我看不到落款 大概沒有一個家族的家徽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 給它做一個評價 好 我們來見價 來 請見價 這個其實剛才講到 在歐洲去逛跳蟲市場 或什麼 但是跳蟲市場其實 我不建議去 因為現在假貨太多 倒是歐洲有很多 小的古董店 對 裡面賣很多好的東西 是 這個可以常常去逛一逛 對 因為跳蟲市場的東西 太亂了 對 好 那這個壺應該有 還有其他的茶具吧 他只買到這個壺 只買到這個 因為我要注水 就是泡茶的時候 是 因為銀壺可以保溫 保溫 老師說那個水會起來 特別軟 對 也會變軟